好,我们现在示范的是继电器的使用 我们用到了两个继电器,还有两个sensor 类比针角1,还有数位针角2 类比针角1是我们的光明 数位针角2是我们的按钮 那数位针角4跟12 分别控制了一个继电器 那我们假设 类比针角1光明的值小于300,也就是天黑的 那我们的继电器要打开来 我们密射让它 启动10秒,然后关掉 那如果我们的按钮按下去 那继电器也会启动10秒,再关掉 那我们分别接了一个补文灯 还有一个 会发光七彩的灯泡 那各接到的插座 接两个插座 这两个插座的线 分别接入了继电器里面 那继电器 再接到我们的 感应器 D12跟D4 这些电源,我们都是用110伏特的电 我们接到我们的墙壁上110伏特的电 那特别要叮咛的是使用110伏特电的时候,如果你不熟悉 建议刚开始的时候 你要有 大人或者是 比较专门的人在旁边协助 电路的接法 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看它运作是不是正常 按下旗子 目前是没有任何动作的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并没有触动任何的开关 那接下来我的手去按 按钮 这个时候我们的 七彩灯亮 捕纹灯没有工作 因为现在我们亮度还蛮大的 那我们现在 把手挡在捕纹灯上面 看到捕纹灯发出 蓝光 表示他运作 那这样就可以做一个 继电器的控制 也可以当做智能家电的一个 简易的示范 进去 发展 进去 精彩的 发展 进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